二字幕相反 大家好我是一元 今天來到的是 831的工作室 www831的工作室 我們一起去看他們的器材 Let's go 樂團對你的所有的意義 跟一群小時候的朋友 一起完成一個小時候的夢想 歡迎收看元金山我是元金 今天訪問到的是831的貝手霸天 嗨我是霸天 我記得第一次遇到霸天的時候 是在那個胖虎Band的婚後趴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那時候聊 聊蠻多關於樂團的事情 對 那個是大概三四年前 我想一下喔 那個時候我們剛發大逃殺那張專輯 應該是一四年吧 對 因為我一三年在當兵 一四年 對應該是一四年 一四年那時候 那時候Band結婚嘛 對 那我去他喝喝啪的朋友 因為他已經喝醉了 所以我們就聊了蠻多 而且我記得我們應該 好像也喝的蠻多 對 因為他那個局基本上就 就不是跟你醒著的 對沒錯 好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 霸天現場使用的器材 好啊 先從Bass開始 Bass 對 我的Bass 基本上都是買二手的 呵呵呵 這一支買新的啦 但是也用很多年 所以你看他後面的烤衣 基本上都已經磨掉了 對這邊都磨 對 那他本來是很亮的銀色 但是你知道 時間的淬煉之後 變得有一點暗掉 這把是Fender的Jazz Bass 是每一場的 我中間有換過實驗器 嗯 我換成Lindy的實驗器 換Lindy的 Fender本身的實驗器 我一直都沒有很喜歡 對 不過兩支Fender 等一下會有另外一把 但我都換成Lindy Friend的型器 我覺得Fender它獨特的tone是骨頭的聲音 就中頻有點墊墊的 很穿 中頻很穿 它的實驗器我覺得有點薄 嗯 所以換了之後聲音有更飽滿的感覺 那你琴 譬如說你在 發生要曲風很多 嗯 很多種 那你會針對不同的曲風去選擇怎樣 我後來發現可能主要是木頭 在選擇用 是木頭 對啊 因為像這把琴 它的琴聲是Elder 然後 紙板是Rosewood Rosewood的聲音 因為像Bass通常分兩大類的紙板 對 Rosewood跟那個Maple 對啊 那Rosewood的聲音會比較溫一點 對 那就比較適合一些像在慢歌或是舞曲的東西 嗯 它跟那個大鼓會吃得比較進去 對 那像我們以前有一些比較龐克的歌 Maple的聲音會比較適合 嗯 就比較噹噹噹噹的感覺 對啊 那像這一支是買的第一把琴 那個時候想說什麼都可以要 就還蠻萬用的Rosewood的紙板 它雖然個子性沒有那麼突出 對 但是反而跟其他藝術就吃得進去 嗯 對 那這把琴是像我們上次在去小巨蛋的時候 也怕是每個人要各自瘦了 對 對 那我後來選用Fan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聲音是中頻很穿 就是PA在外場推的時候 它是很好做出來的感覺 嗯 那你這把琴有錄過你們專輯的歌 專輯的歌 有一些慢歌是 我怎麼哭了 就是比較我們前幾張專輯的慢歌 像最好的結局跟我怎麼哭了 我大概都是用這一把去錄的 這個我覺得算是應該是 Bass手錄門會喜歡的型號 就Jazz Bass 對 就是它各種樂風都可以很好的呈現 嗯 好 接下來換你這把琴 這把琴是Fan的P-Bass P-Bass 然後這個是Maple的指板 那可以想像它的聲音就比較硬一點 嗯 我拯救時間那張專輯 蠻多歌使用這支錄出來 對 就比較龐克一點的感覺 對 不過我現在把它換平滑弦啦 喔 喔 這支 就平滑弦會把它那個 鐵的聲音給濾掉 對 因為它整個是 滑 平順的 對 這個聲音器有改過嗎 這個聲音器有換過換另一點 聲音會比較肥一點 因為它本來都是很扁的感覺 對 那因為P-Bass是最早的Bass 它其實很傻瓜 它就是一個音量鈕 因為它就是中間這個聲音器嘛 跟 跟就是推這個高頻 嗯 就是它的tone 因為它是最早的琴 所以它東西是 最直覺的 對 那它的tone也就是 就一個tone 對 對 就一種tone 應該是這樣一種tone 那反而很多人就喜歡去追求 沒把琴 在這種tone會表現出來的聲音不一樣 對 就是換木頭啊 換什麼東西 換什麼東西 這樣子 那像我現在把它裝平衡 就是弄的tone比較老嘛 就聽起來像Beatles那種年代的 就是那種只有中頻沒有高頻的感覺 對 對啊 好接下來這把Bass 這把Bass就是我那時候碰到一個問題 我錄出來Bass低頻都不夠 對 Fender琴低頻都不夠 然後我發現需要就好一點點的琴 因為Bass這東西其實 你要吃低頻它 它木頭成分就很重 對 所以它就要比較好的木頭 好的木頭會非常的貴 對 那所以我就找到一把 那每一場的那個559式 對 對 那它配置是JH的實驗器 就是Humbucker的實驗器 實驗器 Bass的實驗器大概是三種嘛 就JSBASS的配置 還有PBASS 還有一個Humbucker 對 比較有名應該是 MusicMan的Steamray出來的 對 那它是 把一個J跟一個H抽在一起 那這個 它這個琴聲應該是Ash 跟這個紙板是說什麼 對啊 那它其實就滿足了 其實我在用一些慢歌 或是舞曲的時候 它的低頻又很重 就是 低頻它是撐得住的 對 它的好處是這個 但是它的壞處就是 就是個性比較不夠 就不像Fan的那種 中頻很穿 或是一個很獨特的聲音 對 然後 像我們最近的幾首歌啊 比如像蠢蛋 慢歌 跟不搖滾 最近發行的不搖滾 對 那它們除了它的Model型 其實就是一把Jazz Bass這樣 對 它的指板你就可以看到 都是鳥眼楓木 鳥眼楓木 我都是看到這個鳥眼有點嚇到 硬是給它買下來 但也是買二手的 所以價錢都還OK 那身體是AO27 蠻標準的Jazz Bass的配置 對 那像我這次演唱會 可能會拿它來手的 因為它也是 你知道Maple就是中頻很穿 對 跟其他把比明顯就會亮比較多 它其實亮很多啊 但老實說我覺得 它中頻不像Bandle 有一個很墊獨特的聲音 它是一個低頻很足 對 然後每個頻率都很漂亮 對 那Maple當然會讓它更亮一點 Solo比起來我個人 真的是蠻喜歡Bandle的Tone 那這次我 只是我這次Solo需要一點低頻存在 對 因為我 對這次Solo需要一點低頻存在 要保密 OK 對 所以我選擇這把琴 這把琴其實我專輯裡面 蠻多歌都是用它錄的 對 因為它蠻萬能的 像 它其實蠻多種樂風都可以用 像大豪砂 它有一個啪啪啪啪的 剛換弦所以有點鈍 一個啪的聲音 我覺得很噴啦 對 對 對 算是蠻噴的聲音 那我做雷軌也可以做 這是我們的乾啦乾啦的Bass 這個錄 就是還 我覺得也蠻萬能的 對 但它的缺點就是 真的是慢歌比較 因為太凸出來了 所以吃不進去 所以我才有哪把55-90去搭配著用 對 大概是我這幾年錄音比較常用的琴 對 好 這把是Wallwick的Dreamer LX 這個是16年的限量琴 對 是Custin Shop吧 也是買二手的 一個非常好的價錢 這支都在台灣買的嗎 看別人出清就買啊 我以前沒有想過要拿Wallwick的琴 因為它琴比較短 又有24格那就變成聲音非常硬 跟Fan的那種20格21格比較 它的彈性超很多 以前我們常聽那個Limit Skid 它都是用Wallwick琴入的 對 其實我也還在習慣它啦 因為它是一個很硬的聲音 但是也是蠻有趣 尤其它24格我跟我平常弹起來習慣差非常多的 完全不一樣 對完全不一樣 那你就要習慣它的位置 因為位置 你想像中的位置其實不是那一個 對對對 像我最近 它在錄是那個來互相傷害這首歌 來互相傷害 我們做的是比較像Future Blaze 對 那我用它是去疊一個頻率 對 那它聲音很硬啊 跟那種需要電子的東西 也是蠻搭配的 對 它有一個很紮實的骨頭的低頻存在 對 就我覺得還不錯 用一些這種比較 算是電子嗎 比較modern一點 的 modern一點 新的tone啊 那你現場現在會用這種嗎 我這次影唱會也會用 這次影唱會 對 開場有一些我想試試看它能不能更硬的感覺 對 對 因為我開場幾首歌算是比較那種 比較重的歌 對 我覺得好像可以搭進去試試看 對 就想像以前在聽那些new metal團 對 我覺得還不錯啦 那Worker有一個非常獨特的tone 但它聲音就是很硬 對 這支是Worker Streamer 那我前一首的主人把它改成了Furtus 他把琴格拆掉了 對 那我本來買來 買它還是想 我去年上小巨蛋的時候 然後中間有一個 有一部分是unplug 對 我想unplug的搭武器 搭那種fretus 應該 有一個很尿的感覺對不對 應該蠻好用的 那我彩排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它沒有fretus 我看不到歌 然後它什麼都看不到 因為小巨蛋太暗了 我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對位置也對不到 因為沒有光嘛 對 然後我後來就放棄 不然我是還蠻想試看看它的 嗯 好 接下來介紹我8天的效果器 效果器 這是我目前在用的主力的一盤 對 那這Bashwitch的IQ DI 是 它算是功能蠻多的一個DI 對 它上面這一條是PRE 它可以進兩把琴 A跟B 嗯 對 那B的話可以選 像有一些 比如說木貝斯 它的Pickout的主抗跟 我們這種變貝斯不一樣 不一樣 它也可以切 對 然後一個Line Out跟 兩個Sand Return的回路 其實我目前都用的功能蠻簡單 只有串子的功能 就這三顆把它串在一起 我一樣有一顆破音 一樣是那個Douglas的B3K 它是只有一個破音的pedal 對 然後我是把它當成串在一起的某一顆 破音這一顆是Filter Filter的聲音就是 它懂一些軟體就知道 你Filter其實就是賞那個突出來頻率 所以聽起來會一種挖挖挖的感覺 對 第三顆是一個Compressor 這是Cali的76 那它是模仿一個很有名的型號 是1176的Compressor 對 那這顆 我是從國外帶回的 我覺得這個Compressor真的是 還蠻厲害的 對 目前市面上我覺得 聽到的是這一顆聲音 真的是壓得很紮實 你通常Compressor都是All-On 對 對我來講演出 我都會是壓在一個狀態 然後再送到PI那邊 對它來講會比較好調 所以我最常的Setting其實就是 壓聲音就出去 或者是開一點Point 然後壓一壓就出去 霸心你有沒有就是 影響你最深的樂團或音樂人 我之前有看到一個報導很有趣 就是一個人 聆聽的習慣 你在二十幾歲就決定 你從小到二十幾歲聽的音樂 你就之後不會再聽新的音樂 嗯 那我覺得這個理論是很有趣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做音樂嘛 對 所以我們會逼著自己去聽一些新的東西 對 所以我反而一直到現在都 聽得多 一直在改變 對 像我們小時候聽的樂團嘛 你在台灣可能最少聽五百 聽五月天 對 那你國外你可能聽邦喬飛 甚至到後來的LinkedIn Park 就是一代一代轉變 我覺得我們玩音樂 所以我反而是一直都有在接觸不一樣的音樂的 對 對 那反而我最近還蠻想去聽Beatles 對啊 對啊 我跳回去 因為我會覺得說以前做的東西是怎麼樣 對 因為我覺得可能聽的音樂多了 然後自己做一些音樂 到現在你會去想說 以前的東西你在拿出來聽是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說特別喜歡也沒有 就是一直在改變 我以前不喜歡聽Beatles 但我現在聽覺得有不一樣的感覺 另外一個問題是那個 你在練團室 比如說在調整的器材的狀態 跟你在真的站上小巨蛋之後 你彈奏上 老實說 因為像吉他手要收音響 對 你現場演出的時候 要拿一個麥克風收音響 但背手不幹這件事情 背手通常就是 你的BI直接送到PA那邊去 反而是你音響聽的東西 真的只有你自己的監聽而已 那像我們的表演狀態是 我們會站得很前面 會離音響非常遠 對 那對我來講 因為我又聽Earmo 就是我聽耳機 對我來講 反而音響的存在 它聲音存在 會影響到整個台上的音場 所以我絕大部分的時候 音響都開非常小聲 對 它的存在是讓我知道 我的線路是通的 對 我的器材沒有出問題 對 因為你音響出來的聲音 正常代表你的小火器 整盤都是OK 你的錢是OK 對 那外場沒有聲音 那就是外場PA那邊的問題 對阿 對阿 只是保證這件事情 不然其他聲音 我基本上是聽不到音響出來的聲音 對 所以現場音響都擺好看 對 對 這可能跟大家想像會有點落差 對阿 後來發現做演唱會 最不care的音響是什麼 就是我了 對阿 因為像吉他手還會很在乎 因為他要一支麥克風去收音 對阿 那你有沒有想要對 譬如說有接下來年輕朋友 或是小朋友他們 有想要玩樂團 或者是想要做音樂 你有沒有想要 其實玩樂團 就像你今天介紹器材 器材跟玩樂團 事實上是相輔相成的兩件事情 你必須要了解你自己的器材 才有辦法去找到適合自己的聲音 對阿 那器材我覺得是要花時間去研究了解 很多人當然會想組團 去搞一些有趣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這都非常棒 那樂團最愛像是 就是人 大家玩樂團久了都會有一樣的感覺 那我們是很幸運的 碰到幾個是高中同學 所以都很了解彼此 那我覺得想要加入這個族群的朋友 真的是心態可能要做很大的調適 對阿 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 自己喜歡的是什麼 那不要為了什麼東西 去犧牲自己最初的想法 這才是最難的 今天非常謝謝霸天接受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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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